早晨,舒基,來到英國時間早上6點06分,你好嗎? 今天可以啦 這個週末就忙一點,因為自己家事的問題 家事? 今天就是英國假期 英國沒有什麼特別慶祝的 今天簡單單就是Bang Holiday 是不是補回五一? 會補回五一嗎? 五一這些事就... 不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不是每個人都要慶祝的嗎? 不是喔,但是英國你知道工人階級 有地位在社會主義國家的 是嗎?待會我們就說一下英國社會主義 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 就是誰是夠左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 我們就知道誰權力大一點 哈哈哈哈 這裡是每天都更替 今天我們一開始說一下這個... 剛剛過去星期五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情況 我又這麼巧合 我就真的看新聞 剛才看到一宗Live的現場直播 什麼事呢? 英國的新聞現場直播 原來就是衛生大臣 Mac Hancock 打針 他故意穿著一件短袖的底衣 整個肩膊出來打針 本來沒什麼特別的 我們都在香港都... 你想不想看都見過特首打針 其實... 有啊... 有啊... 電視有播的 特首打針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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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是啦 你知道我們特首這麼矜持 一向都... 就是... 這麼尊貴... 這麼尊貴的領導人 和眾行會成員 是 那... Mac Hancock 隨便... 老老實實 英國的政客呢 近年... 我不敢說以前 近... 近那十多年呢 都不是怎麼出眾的 一個二個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哈哈... 上茅啊 英國來講在街上 真是... 走過都不覺的 好實實 以前在倫敦住的時候 都見過很多次 反正那些舊派政客 有些人真的有台形 現在年輕的一脫 真是沒什麼... 普通人一樣 如果你不知道 根本就分不出 誰是大臣 誰是... 誰是... 隨從 或者是 staff 是 那... Man Hancock 打針有什麼特別呢 為何搞直播這麼重要呢 那... 一想一想一想 啊... 原來他是... 比較年輕的一個成員 在內閣裡面 42歲 對 四十出頭 其實呢 就象徵著呢 現在呢 之前呢 一路打的都是... 六十... 五十... 現在到四十... 哈哈哈哈 四十二 一路是降到... 即開始呢 就越來越年輕了 打疫苗的... 普及的程度呢 那就... 越來越年輕了 那就是象徵著呢 很快三次頭的了 很快三次頭 沒錯 即是這個呢 就開始... 兩件事呢 我又覺得即時有兩個反應 一個呢 原來英國的... 即是... 英國都是歐洲國家 人口呢 老實實 中位數呢 那個平均年齡呢 是四以上的 四十多的 好像是平均年齡 不知道四十三 還是四十六 大概呢 所以呢 都是比較... 人口比較老的國家 在亞洲就是三字的 如果我記得 所以就... 打到現在呢 已經超過了六成了 六成以上的人口 然後才到四字 你想想年輕人呢 其實真的不多 所以呢 所以如果你說 那些年輕人去英國呢 我又覺得 不是說沒有機會 英國是很需要他們的 即人口其實真的幾老 你看看 另一方面呢 就是說 現在普及程度 越來越高了 即那個疫苗呢 他都是想只依靠疫苗 來到... 當去到六七成以上的時候 就開始試其他東西了 開始玩其他東西了 可以說 另外一則新聞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 在Liverpool Liverpool呢 其實呢 對Boris Johnson 是很有意思的 對約翰遜 約翰遜呢 就是得罪過Liverpool的人 很多次的 當年呢 他還未做倫敦市長的時候 試過要去Liverpool 站在街上 跟那些人道歉的 哈哈 對他很有深刻印象 他曾經寫文 得罪了整個利物浦的人 但是 利物浦這個州會有兩宗特別的事 一宗呢 就是一個party 一個派對 三千人 那就不戴口罩的 密質質的 沒有社交距離 在一個室內的地方 三千人 那... 就是跳舞啊 成這樣 那就是... Wave Party 對啦 Wave Party 但是這個呢 就是一個實驗來的 就看看可不可以開得 就是如果今次 大家試過 這些全部都是試過 是負的 negative 的 陰性的 還有是... 是不是帶菌者 不知道啦 是不是帶病毒的 因為這個不能知道的 如果是一個carrier 但是呢 這件事 另外呢 又舉辦了一個 室外的音樂會 就五千人 又是一樣 就是大家 test過 negative 跟著呢 就完了之後 大家答應 是不是答應啊 做不做就不知道 五天之後呢 就會再做測試 看看是正負 那就... 這個很明顯呢 大家就開始 現在因為五月是夏天嘛 大家開始為... 夏天 就是... 真的開放 來鋪路 很明顯 那你就不知道為什麼 在Liverpool 可能那方面 踴躍一些啦 第一方面呢 就... 就是... 在Liverpool的人 去做了... 做了... 就是白老鼠先 就是... 可能大家已經等得太久了 我真的很想... 很想開放一下 很想玩一下 那就覺得... 就是... 似乎... 起碼反映民情 或者社會上面呢 都很熱切呢 希望今年夏天呢 老老實實 真的可以恢復回啦 已經... 停了一年多 那整個經濟 已經真的... 坦坦腰了啦 因為... 英國來講 又沒有... 又沒有自然資源 製造業 又說不上是什麼 一直都是靠那個服務業 那你現在呢 要保持社交距離 大家的人... 不准來往的時候呢 服務業就等於... 差不多零 是 所以呢... 就... 其實都... 照你這樣說呢 其實我看回都幾成功的 整個... 就是看到政府呢 其實一個背後支持 這個實驗計劃 那麼呢... 就... 其實兩天的... 他搞兩天的... 星期五、星期六都連續兩天 三千人的一個rave party 那麼呢... 其實呢... 他不單止是這個rave party 其實陸陸陸陸陸陸看到大型的一些群眾活動呢 就... 一直在做著的 那麼... 譬如我們上個禮拜... 都說了 其實十八號... 四月十八號的時候呢 已經試過一個... 就是足中杯的... 半進決賽呢 這個... 李斯特成對這個... 這個... 那個時候呢... 就有四千個... 粉絲入場 跟著呢... 就四月二十五號呢 就... 萬... 成對這個熱刺呢 就有這個八千人入場 那麼... 然後中間呢 就加了這兩個rave party 那麼呢... 就還有一個音樂會啦 有五千人啦 那麼呢... 就... 跟著呢... 最大型呢... 就應該是五月十五號 五月十五號的時候呢 就是這個... 逐總杯決賽 哦... 是啊... 那時候呢... 他就計劃呢... 有二萬一千個... 球迷呢... 去這個... 溫布內球場的... 那麼... 其實這個... 陸陸陸陸陸陸呢... 都有一些這樣的計劃 不過今次呢... 你講到呢... 就是... 室內這三千個rave party 就是另外一個類別的那個測試來的 一來呢... 他們呢... 如果是十八歲... 以上的那些年青人呢... 那其實絕大部分... 現在就未在這個測試計劃裡面 是... 未打針的... 那麼呢... 那當然呢... 有些... 身體... 有其他的... 狀況的話呢... 十八到六十五歲... 有長期病患的人士... 都打了的... 不過... 估計大部分都沒有啦... 沒有打啦... 那如果沒有帶針... 又沒有戴口罩... 又那麼近的社交距離的話呢... 那其實這個... 都是幾... 實驗的... 很... 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這年多來講... 看到這個場面... 是挺可怕的... 就是... 我看的時候... 我就... 一般的... 老實實... 已經... 心理上已經不接受這件事了... 已經開始... 老鼠找利物浦來做... 都不知道是有定谱啦... 那時候呢... 利物浦包得很緊要的時候呢... 是啊... 那... 就... 直接就將它... 做一個最高級別的限制... 就是... 出來啦... 所以呢... 就當時的利物浦的居民都很不滿的... 是... 就是希望做些事情... 就是希望它... 不可以去到一個... 就是... 就是... 紅色的指標的地區... 就可以出來... 有不同的限制的時候呢... 它是想... release的... 那... 所以政府做了一些事情... 那... 今次又找它做白老鼠... 不知道它是開心的... 還是不開心就不知道了... 就是這個就很... 是啊... 在這一刻裡面... 就很特別的... 就是你... 三千人啦... 又年輕人... 還沒打疫苗啦... 又是... 近的... 社交距離啦... 就是... 你搞vay party... 但是... 沒有戴口罩... 是啊... 就是... 真的見不慣... 那... 你說... 夏國賢呢... 就... 就是... 在傳媒底下打針... 就是一個... 就是... 很重點的地方啦... 就是... 代表四十春頭的人呢... 就可以打啦... 那... 其實呢... 看回那個... 那個注射... 那個疫苗的進度呢... 是非常之理想的... 就是... 可以這麼說的... 那麼呢... 就超過六成半的人呢... 就已經打了第一針啦... 那麼... 有成三成的人呢... 就是... 大約是一千五萬左右呢... 是打了... 一二針都打了啦... 其實... 英國需要接種疫苗... 是十六歲以上的人士呢... 是大約是... 不夠... 五千三百萬... 不夠五千三百萬... 不夠五千三百萬... 那就五千二百幾萬而已... 就是計了這條數... 那就接近五千三啦... 那麼呢... 現在呢... 如果是第一針呢... 就打了... 三千五百萬... 差不多三千五百萬... 第二針呢... 就打了一千五萬... 那麼呢... 就... 就是... 其實呢... 他如果... 以現在現有的進度... 的話... 如果他一天是打... 第一... 第二針呢... 是打... 四十幾萬針... 第一針呢... 是打... 平均一日呢... 是打... 由十萬針... 那麽上下啦... 有時九萬... 有時十一二萬... 那麽上下... 那麽你看到這條數的... 那麼呢... 他只需要打多... 是三十日左右呢... 就第二針的... 一、二針都打完的... 英國國民呢... 都已經是超過三千萬的... 一、二針都打了... 一、二針都打了... 接近一半了... 那就... 接近一半了... 然後呢... 他就再打第一針... 再打第一針的人... 再打第一針的人呢... 他大約需要是... 三十到四十日呢... 他就可以打到... 五千多萬的人後... 就全部打完第一針... 九月之前呢... 兩針都打完了... 兩針都打完了... 這個呢... 另一個大實驗... 我們正在看... 現在... 就是... 英國呢... 全靠疫苗... 靠疫苗去... 就是... 用疫苗去支撐著... 以後呢... 就是大家開放... 開放的社會... 恢復日常的... 正常的經濟交往... 日常生活... 那麽... 那麽... 他最愛... 相反而... 又不然呢... 老實實... 真的不撐得多久了... 嘻嘻嘻... 現在那個... 受感染的人數呢... 平均呢... 都是大約... 每日呢... 是千多鐘... 就是... eller nom... 昨日啦... 那amiro ange Kerry... 最高的是... 2000多鐘... 那我們死亡人數呢... 呢... 是... 有時候是... 大約... andenMIro jockey... 包括... 差不多啦... 這已經是一個假日平穩的數字 入院的人數維持在百多人 所以對住居英國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穩定的數字 所以如果他進一步開放 我跟他的計劃 在5月17日 就有室內的用餐 餐廳、B&B 餐廳、Hotel、B&B 另外去到6月12日 根據計劃 就應該其他大型聚會等等 還有議唱會等等 都會繼續開放 6月12日是一個指標 但是昨天英國外相藍絲 每個星期都會有一些內閣大臣 接受天空衛視和BBC的訪問 藍絲說到 雖然不是他的範疇 都是說外交的政權 都一定會說到英國的疫情 軍外國會議都談到的 對 對 他就放了訊息出來 就算6月底 都好 都會有一些社交限制 我估計 我估計 可能去一些超市等等的地方 戴口罩等等的東西 我估計 現在都習慣了 現在英國人 經過 這次武漢肺炎的洗禮 已經改變了戴口罩的概念 一年的時間 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但是呢 有一件事 我覺得暫時來說 在英國這方面 除了疫苗的推展之外 有一件事 我覺得比較 都要讚一讚 我覺得這次 就是那個測試 可能我以前在節目 我也講過 起碼那個 在英國的人 所有 都可以向NHS 網上預約 或者電話預約 就是他會寄給你 譬如就是 自己的測試測試 可以自己在家裏做 就是吐嘟口水下去 這樣就可以驗 那就因為 現在他 譬如學校 已經恢復正常上課等等 那些中學生 都是自己做測試的 自己做測試的 那就完全是靠這個方法 去保持著 因為那些年輕人 全部還未打針 那就是 除了健康那批 還未打針 所以就是靠這件事 上班那些事全部都是 譬如很多要上班的人 一個禮拜自己 測試一次 這樣去做 那這個也是非常之 暫時來說 相當有效的方法 就是起碼 在某程度上 如果你想擔心自己 會不會受影響的時候 都可以去做 可以保持到那個社會 可以繼續如常運作 那這個我不知道 為什麼香港就好像 似乎都還沒有這件事 譬如因為這個週末 因為在香港有新的變種病毒 出現的問題 於是就多了很多流動的測試站 你看到很多容工 很多人通街排隊 在熱烈日之下 曬幾個小時去做測試 但在英國 起碼就可以有些孩子 自己在家裏做 雖然這個未必是百分之一百準 但是都可以方便很多 還有快速很多的效率 不會好像出現香港這個情況 不知道為什麼 是啊 那我就下去 就是我附近那些大的城市 就Viton的時候 就開始已經有些人約飯局 這樣出去吃一下 是啊是啊是啊 那戶外都很多餐廳 有戶外的擺設 整整台椅子 去接待大家 真是人頭湧湧的 那就開始也都 有社交距離底下 就開始有些檔攤 就表演者啊 有些藝術家 都繼續 在街頭表演上面 都開始有了 那所以開始整條街 是很多人 就是夏天回來 我看到火車站出來 是啊 很多人 天氣又好 人頭湧湧 本地的英國人 在Brighton來說 香港都是一個 本土的旅遊勝地 是啊是啊是啊 不一定是歐洲 本土的旅遊勝地 去海灘 去海灘 來不來就要去見海 很多人都是 是啊 所以 為什麼我們都拿這個做指標呢 我住得近了 甚至連這些媒體 上映海灘人頭湧湧 或者市面冷清呢 都會 就是拿Brighton的市面 倫敦 那些市面 用來做一個比較 就是旅遊的城市 究竟是怎樣的 所以 這個是 我看到 真的 這個周末 真的非常之多人 真的跟平時沒有分別 是沒有分別 我覺得現在 所以你那個社會 很快 開放的情況 我都是理想的 暫時 唯一我擔心 就是說 因為現在暫時 都還是 某程度上 就是 那些門戶 對外的門戶 都關掉了 唯一擔心 就是現在那些人 如果一開始 有些所謂的旅遊氣泡 就是 去希臘 去土耳其 或者來來往 就好像香港所擔心的東西 新的變種的出現 這個 就是 會帶來新的危機 如果不然 英國社會 現在的情況 似乎就是 穩步向好的 就是慢慢開放 越來越穩陣 但是唯一就是 怕 一下 一開放門戶的時候 這個Valien 薛基我想告訴你 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說 雖然現在 就未去到6月12日 所謂 進一步解封 但是其實呢 我覺得 現在那些人的接觸 已經是有少少灰色彼大 我上個禮拜講過 我去再室地觀察完 其實大家都 沒有完全遵守 這個政府的要求 不是很當一回事 所以現在的情況下 都是做多了 市民沒有那麼警惕 所以這個就是 都有一些影響 第一 第二件事 我反而沒有那麼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近來 有很多宣傳 都宣傳本地油 英國 包括 如果你想出去的話 有些 那些是什麼 油輪 很多現在宣傳 油輪 本土線 即是去蘇格蘭 繞個圈 回來的那些 都幾多 可能這個夏天 就未必去歐遊 就是去歐洲 大陸那裏 渡假 本地一些 即是本地油 包括油輪 都幾 可能受歡迎 所以這個 可能這個暑假 大家都可能要忍一忍 忍一忍 英國都很多地方可以玩 尤其是新來的朋友 所以就未必這麼快 就是我打算看著 這個歐洲大陸 出發 可能再要引到聖誕節 可能 因為歐洲的疫情 似乎還未控制得很好 德國等等的地方 所以 我想那些人未必會出門 所以這個就暫時 這刻就未那麼擔心 大家小心為上 對了 好了 我們一會兒回來再談